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了 我们结婚五年了 今天来是因为妹妹是吧 对 因为她跟她妹妹 老是排斥我 她妹妹是个两面派 在我这边做人又不一样 在她哥面前又长得一个样 要经常颠倒是非 顺风点火 让我心里很难受 这么多年 我忍这么多年 我今天真是忍不了了 今天过来就是要她处理好 这个家庭矛盾 要不然我就跟她离婚 我不想跟她过 你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是什么样的 怎么会妹妹就影响到了 你们的婚姻呢 其实在我的心里面 是没有啊 我感觉 大家住在一起 因为我跟我妹妹 是一起做生意嘛 店里面她是 股份稍微占大一点 我就稍微占小股一点 她从老街过来 我们住在一起 你妹妹等于还没嫁出去 对吧 对对 代赐追忠 所以你们是住在一起 是不是 对对 结婚五年 现在有小宝宝吗 你们 还没有 那就是妹妹 嫂子和哥哥 住在一个屋檐下 三个一起住 那肯定会有问题的 一三不能容二胡 你不知道吗 对对对 这是跟二胡有什么关系吧 对啊 这是她说的 你看一下 她两个女人在一起 肯定会容 用这样思想来 来得见 那我看看吧 你不要什么都帮你妹啊 你要来我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比如说中间正是个六 在我这里看 我就是六 你那边看就是九 你没有 站在我这里看 你明白吗 这个心灵鸡汤看多了 咱说点事儿吧 这个六和九是怎么回事 主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在吃饭 她妹妹在她哥面前脏得很好 就 嫂子你多吃点 就给你夹很多的菜 这不挺好的吗 对啊 是挺好的 好 她哥不在的时候啊 我说哎呀 我今天吃了三碗 做得挺撑的 哎呀 就你这个样子 她这个身材 还敢吃三碗 难怪一光米 一下子就没有了 就是这样子 哦 在哥面前一个样 在我面前一个样啊 那你看我这个身材肥吗 不肥不肥不肥 那就是啊 这个随她说好了 做嫂子的嘛 大气一点 但是她比我大呀 她还比我大两岁 她应该的话同一点我 我比她小两岁 比她小四岁 对 这生活上的小事 这么点小事算什么呢 小事就可以 看出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人 比如说 我跟她逛街 她说 哎 嫂子 我送你一条裙子啊 干嘛的 挺好吗 挺好的 过段时间 又问我要钱呢 一闹矛盾上你把裙子还给我 她说上次是我买的 我给钱的 你穿什么穿啊 就是这样子啊 哦 这不是也没把你当外人吗 那就是嘛 就是你不能开心的时候 红一下我开心 你吵架的话 就把裙子拿回去 你看她这样的人 你算两个女人在一起 生活能行吗 哦 这个事你会跟她说吗 我跟她说她不相信啊 她说我妹不是这样的人啊 其实我 我不愿意说 人家说 又说我帮她 比如说 这生意是两个人嘛 虽然是亲妹 但有了老婆之后 那个名账还是要算的嘛 从老家下来之后 她吃啊住啊 她有一句话也没说啊 是不是 我也没帮她 再试试试试试嘛 那我借给你 难道我吃住 她要算吗 啊 我进了你家的门 我就是你的人 我吃饭你还管我 你还不给我吃 你还20万 她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意思也是她的意思好不好 就是说女人 你自己去做点事情 挣点钱 不是说要你挣多少是不是 那我不是有赚吗 你总的去干点事嘛 那我也有赚啊 我不是说天天在家玩 有单子我就接 没单子的话 那我就出去玩 我就去玩 你刚才说妹妹还比你大是吧 对 她现在有男朋友了吧 还没有呢 再忍个几年 嫁了就好了 可难嫁了 你这话你看 你这嫂子你说让妹妹听见 那心里多不舒服啊 对啊 本来就是这小事 都是因为从嘴里面说出来 就是所谓矛盾就这样起来的 那你们有没有可能说 你们自己跟妹妹分开住啊 她现在已经分开住了 那不就没事了吗 她分开住是非多呀 妹妹那边废她 管出去一样的 亲 我觉得你真的搞笑 我怎么会管她出去 脚在她身上啊 她自己走啊 我管我抱她出去啊 不是 现在不是不在一起住了 不就没事了吗 但是她是非多呀 就是因为搬出去啊 她那边是说 我跟我妹挤兑的 我妹就说 我跟我老婆合起来 把她挤兑出去 那生意现在又影响到生意 各方面都影响了 男啊 你打算怎么着啊 我现在都差不多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你不知道 她现在说如果你 你就要处理好今天 你不吃的话 我就不跟你过 你还要跟她过吗 我想跟她过啊 现在我没说 从来没说过这句话 是她自己极端的想法好不好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办是吧 先把咱们听听妹妹的吧 来 掌声请出妹妹 掌声有请 来来来来来 这是嫂子啊 对 嫂子 对她有意见吗 怎么说呢 她说我嫂子是我一家人嘛 然后我这样做 我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我是撑着啊 你就是个两面派 我怎么两面派了呢 你就喜欢挑拨是非 我怎么挑拨你啊 你就是山峰点火 本来就是什么事都是 你就是没有良心的人一个 她当初来东莞 吃我的喝我的 我有说过什么吗 吃你的喝你的 不是吃你不是喝你的 我嫁给你哥 你哥没份吗 今天你跟我哥感情不合 你就把那个责任推到我身上啊 那你就是最大的责任 怎么责任在我呢 那还不是啊 你怎么不检讨一下你自己人 是非 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就就就把我 我我肥老家的话 我妈把我收到我都快哭了 嗯 我说过什么了 你说过什么 见人就说人话 见鬼就说鬼话 我是人我不是鬼 肥到老家去就把我说了 就说哎呦 他们结婚五年呐 然后孩子也没生说我身体上有毛病 没有这个这样的 我听过我妈亲密在来的时候 我还听过这原话 你闭嘴不要说 我把这个事情说完先 你先说你先说啊 我没说完 你不要说话先 我跟你们说什么回事啊 嗯 过年嘛 肥老家过春节嘛 我自己妈妈就给我断了一碗中药来的 她说啊 官女儿你喝吧 我说我怎么样 他们说补的 我说干嘛要补啊 她说哎呀 外面都传啊 传的你你身体有毛病啊 这个是你啊 就在很远的那个认识那个中医 带过来就说喝了 哦 百分之九十的人 一喝的话一两个月都会怀上 气死我了 说到我真的是这个脸 我就想挖个洞钻进去 那这个关我什么事呢 他就说你小骨子倒是传的 你听谁说的 我妈说的 我妈不会骗我的 那你没去传 我的原话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 听一下听一下 确实不是你传的对吧 不是我传的 行 听听哥哥怎么说啊 这样的啊 过年的时候 回去还有亲戚在那里 我妹妹的原话是这样的 就亲戚 她说哎你们两个 怎么不有个小孩 怎样啊 是不是啊 还多年啊 我妹说 是啊 这么多年怎么还不有个谁啊 是不是哪个人有问 谁有问题就去看下医生啊 啊 就说你有问题就去看下医生 就这句话 原话 别人的亲戚眼里面就说 哦 他们一起住的 肯定是有问题 他们也说出来的 啊 别人的亲戚是这样讲的嘛 你好你好不好 这句传到这句就变味的 你觉得他是不是帮他妹啊 你说怎么是帮呢 你觉得他说的话是不是帮他妹 先别着急 这个是帮你不帮亲 我本来就没说过 他两个同一个妈生的同一个鼻孔抽搐 那我跟我哥感情好不可以吗 刚才他不帮我说 我们是兄妹来的 哎呦你们你们 我还跟他两个婆 哦你怎么结婚呢 我还要跟我哥反脸呢 听听听 不用反脸呢 我不用他怎么样啊 但是我公平 公平就行呢 我心里就舒服了 嫂子 我我我我问个问题行吗 哎呀 这两个女人确实是一山不容二虎啊 问个问题 有要孩子的计划吗 哦有 他有我没有 那那那这就要有计划吗 那我们两个不一样的想法呗 哦 因为他事业现在刚起步 而且的话我有时候会说工作 因为我们呃干发脏的 拖着个箱子很重的 而且有孩子的话 我说什么活不能干呢 哦 这借口来的 你别说嘛 什么借口 啊真好笑 搬出去了 搬出去了 我就是不想我哥为了 客观的评价一下嫂子好不好 咱们不置气的 就客观的说一下 我觉得他哦 心里是没什么的 就是有时候 老子会装弯一样 人家说一句话 我是直肠直肚的人 我不像你这么有心事 一看你就是很厉害的女人 你看他就有点事 就噼里啪啦噼啪啦噼噼噼噼噼噼 你你不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吗 你看她发型就都知道了 人家说行不行看发型 真可笑 啊可笑 你看你看 你这个人也太不浅了吧 你这个人也太不浅了吧 老爸就是那么厉害的女人吗 他能干的 一个人送货还开这个皮卡锤 噔噔噔噔噔噔 你还有送货啊什么干嘛的 啊 那我赚钱 可厉害了 我能赚钱我不不行吗 可厉害了可厉害了 哎呦我领教过了 哎好好好 跟哥哥一起做生意是吧 对 生意分得开吗 基本上都没有分开 因为老妈也在那里店里面啊 老妈也在店里面 对所以说仗什么东西也没所谓 哎反正女人之间哎我看到的我就掉头走 我真的没办法理这个东西非常老 所以说没办法整个站在那里啊 那我来说句公道话了 他妈妈就人他好 红一下我红一下他 就婆婆特好 对婆婆特好 他不行啊 对婆婆就像我亲妈呀 我是我妈生的 他好我怎么不好嘞 只有你这个从外面嫁过来的好不好都不知道了 哎呦 哦是吧都生意的人都很尖呢 度日如年吧哎 反正我在的时候还好一点啊 我在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搞什么 你也是听你妹的 这个我没有谁听谁的好不好 你妈妈没有权利说话 他是大当家 不是听谁的是谁有道理 这个当家他亲哥这没什么权利说话 没有我从来没有谁听谁的 刚才嫂子说你在家里是大当家的是吧 我没有说什么大当家的 他都是我哥哥 难道我什么事都要命令他去做吗 财务啊还有店里的账啊 他钱我去的都肯定 钱是我管的这很正常啊 所以说你这个又想错了知道吧 他文化高一点 他必须是做会计的知道吧 出身的 你你现在这样说我就一丢华衣啊 我搞不定 反正我每一个月他给我500块钱零用钱 就这么简单 你现在说到钱的事你是不是赶我出去 就想抓钱的权利留给我哥还是留给你啊 我可没这样子想啊 那你为什么说这个呢 股份我大钱要在我手上很正常啊 你就是管家婆什么事都管 我只是管我的生意 你就是风格跟我不一样做事跟我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啊 你看不习惯我我穿白的你就穿一身黑的 我嘴巴没你那么毒 我嘴巴很毒吗 肯定吗 我都不觉得呀 嫂子我问几个问题啊 分家情吗 就是老公单干了 咱们分出来 就他一个样能单干吗 他还不能单干 账物没人处理啊 那你看 我们是一个五金的批发部 不是 就说的比较大一点 要送工厂送货 听我说听我说啊 你来处理 这样你也管了钱也管了他 不就行了吗 那我也不行 你也不行 因为五金批发部的话是几百样的品种 哦 那个好难记得 而且我真的不是那块的料 他们才是 明白了 就分家肯定是不行是吧 对啊我做不来 而且现在开始做业务了 经常去喝酒 两兄妹一起来骗我 有一次 我是跟他一块吃饭在外面啊 吃到一半的时候他上洗手间 他手机没拿 他妹妹就发个信息给他 叫他九点半 到那个什么什么KTV 上厕所回来 他就果然就把我送回家去了 然后就两兄妹就一起去KTV去 我们那是去见客户 然后我杀过去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样吗 他人就是在那里喝酒唱歌啊 嗯 而且的话他还跟女客户拉着手 在琴歌对唱 气死我了 那这个是应酬来的啊 什么应酬啊 就是应酬啊 应酬能拿客户的手吗 因为你这个不懂 这个应酬 知道吧 不可能跟外面的人喝酒跟人家 当时是怎么一个状态跟人家 当时我一推开门是吧 然后我就看到他跟一个女的 唱那个什么 什么 就拉一边拉着手啊 妹妹的坐成车 我哥哥我爱上车 很安爱爱 想想到悠悠 当时我就气冤了 什么客户嘛 要拉着手这样子的唱情歌嘛 是吧 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在那里闹 他就他在那里啊 他好像很对 这是一头吗 是不是很正常 哎呀嫂子不要生气啊 不要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回到家里的话 你给我滚马上打包 我不想见到你 我一分钟不能见到你 这叫我滚蛋了 你说是不是两面派 这个是不是你自己说的啊 你自己加上去的吧 我怎么加上去的 就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你没叫我打包吗 你没叫我给你打包 你看这里又开始又这样子说了 这件事你还不知道 其实我跟你讲 我妹看见我经常吵架 她不愿意我们吵架的时候 她哪个女人看她不吃素 我问你主持人 哪个女人看她不吃素 自己的老公跟另外一个 不是 不管她客户 还吃什么东西 哪一次的事 你不是自己加点 加点花上去的 我怎么加点花上去 听 听 听 我现在是杜淼如年 知道了吧现在 啊 太不容易了啊 问几个关键问题吧 还想过吗 如果她不帮她妹的话 可以 没有条件 还想过吗 想过 但是要看她怎么怎么 没有先决条件 再问你一次 没有任何先决条件 你还想过吗 因为我们不可能 加先决条件 她妹 客观存在 她的性格 35年不会变 而你的很多东西 也改不了 所以如果你要加了前缀的话 就没有意义了 在你看来 你跟嫂子之间 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 其实在我看来 根本就没有矛盾 嗯 在你看来 你就是两面派 在你哥面前 对我这么好 最后又是一套 这有意思吗 你这样的 那上次化妆品的事情 那你不觉得你在挑是非吗 你说说化妆品的事 是这样子的 我跟她进去逛街 然后我就看到一套保养的 她就说 哎呀嫂子啊 你啊应该是保养保养 你买吧 那个啊 你买一点好的化妆品 打扮自己漂亮一点 你单子也接多一点嘛 对吧 哎呀我说行 那就买吧 也是一千多块钱 后来买回来的时候 就跟我老公说 哎呀你娶这个老婆真的败家 真的是的 买了一千多了化妆品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那天晚上回来 就因为这个事情 她一直骂我 就帮我骂得狗血淋头 我澄清一下 我没有说她败家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生意 可能是刚刚起步吧 店里面的钱也不是很多 就流动之间也不是很多 那她整天她没事干 你不说我败家 又买东西又要买贵的 那我肯定会跟我哥说一下 你又叫我买啊 你又叫我买啊 你叫我买干啥啊 那这个我不应该说吗 行 她是对我有偏见 包括我上次介绍的男朋友 行行行 你就是看我不顺眼啊 我看你不顺眼 我还介绍个男孩子 给你认识啊 你那是真心给我介绍的吗 那还不是真心 你发明就是想我 想赶我走的嘛 哦 真好笑 那个男孩子 你还搞笑咧 人家家里条件也不错 人长得也不错 那你说人家长得像歪瓜烈找的 人家怎么说 也是小区一个保安那 那是你真心的吗 人家又没有结过分 事实多岁而已 我这已经从家里搬出来 你还想怎么样呢 没怎么样啊 你今天还说这么话 那你说不到我这么快 我心也不是那么坏嘛 对吧 我也不觉得你好啊 你年纪也不小了 你应该下了我觉得 你也挺好了 反正我都已经从那里搬出来了 他们以后两个人是 我不想管啊 他们爱吵就吵 他们爱过就过 行 这是他的一个态度 听起来纷纷扰扰 其实就是家里点小事 这组矛盾应该怎么解决呢 邱比特问卷 姑娘 你呢 说实话 是个很笨的女人 当一个笨女人 其实很幸福 有妹妹替你老公称着 管财 你不用操这份家的心 你就管好家里的事就完了 非要跟自己小姑子比嘴快 还什么黑白不相容 还人头发长得就很厉害 这说的话都没意义 你这小姑子我仔细看了 虽然人很厉害 但是从家搬出去了 没有说因为这个哥哥是我的 就要把你赶出去 人家自己走了 还要怎样呢 反过来说说这个男的哈 无论婆媳矛盾和姑嫂矛盾 其实闹来闹去 都是家庭矛盾嘛 对不对 你的态度特别要命 哎呀这事不行我听不了 我得走 一拍屁股走了 这女人 家里唯一的男人 这女人的事你不想掺和 对不对 搞不定 搞不定 对但你必须搞定 在家声音要大起来 不能任由两个女人吵 这个事很简单 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赶紧生个孩子 说实话妹子你真是闲的 在家闲着没事 那可不就找点茬吗 找谁的茬 只能找自己老公的茬 找自己小姑子的茬 赶紧生个娃 你多余亢奋的那些注意力 全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管不了那乱七八糟那些事 都32了是不是 为什么不生啊 我觉得我还生了孩子 我还带不了她 挺累的嘛 你什么都不想干妹子 你当然老婆你 我是想这是过几年再要孩子 你已经32了 就是说我类型 我感觉自己好像 还像十八九岁一样 对我觉得你也没生年 你知道吗 一点都不成熟 心里十八九生里可等不了 下了节目去找我妈 专制不孕不育的专家 问说我没问题 我找你妈干啥呀 让你妈请我吃饭呀 我没说你有问题 那你叫我找你妈 找我妈不是看病 是去做一个咨询 看看夫妻窗方 什么时候要孩子比较合适 32岁是不是该要了 这个时候要 要再晚几年要 是不是对身体有害处 听老人家专业医生一番 这个诊断之后 你可能就想要这个孩子 我自己为例啊 就是有了孩子之后 我们的家庭变得巨为和睦 原来的什么婆媳矛盾啊 然后呢这个 我和丈母娘之间的 怎么什么呀 我和老婆之间那些 那一八道小事 都不是事了 所有的爱和注意力 都转化到了孩子身上 所以最简单的方案 我觉得 你不是闲吗 你就生个孩子 也该生了 你和你老公 一起去找我妈聊一聊天 你的心结一切就打开了 我觉得你现在的打广告 你就是要去宣传 姑娘 我最后告诉你一句 我发现 我不用给我妈打广告 我妈不用打广告 你知道吧 你老是听你妈的下次奔宝了 马老师说的意思是 找到问题的核心 咱们进行解决 那个妈就是个代词 不是说一定让你去她妈那儿 当然了 你说她给她妈打广告 我看也对 来 去坐 你来 那个姑娘 我觉得的确啊 你有点幼稚 你的确是一个宝宝 你是个不懂事的宝宝 不光不懂事 还乱撒娇 我没有像你撒娇了 我没有说我嘛 说你 我像谁撒娇了 我没有啊 他 我怎么像他撒娇了 你所有的作为 都是在撒娇 而且一个宝宝的撒娇呢 它是没有任何的实力的 你正在进行一个 完全力量悬殊的 一个必败的战争 就好比 你以为他其实是 这公司的老板 他是董事长 殊不知啊 真正的背后的 有话语权的是大股东 而他不是 这个大股东 从两方面来说 一定是离不开的 第一 关系 他比你和你最爱的那个人啊 至少早了 十几年还二十几年的 这种关系 亲情关系 不过 不过 的话 这四肢子 我当时就要 这样子 都有 你的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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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你想跟她过对吧? 不要有先决条件,你是不是想跟她过? 是 好 第二,她能换一个妹妹吗? 怎么能换一个妹妹,能换吗? 是啊,换不了 就是啊 对啊 第三,你没有你的孤子能干,对吧? 是 那既然我们已经认清了三个条件 第一,你是想跟她过的 第二,她是换不了这个妹妹的 第三,你也是当不了这个家的 那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了这三个先决条件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从第一个条件上来说 你说你想跟她过 想跟她过就有想过的样子 既然爱一个人 就应该为了她 去忍让她爱的人 这叫爱无其无 更何况你是个嫂子 你在家里面至少辈分是比她大的 你为什么不可以更多的有点宽容之心呢? 当然这个问题不完全是你的问题 孤子也有问题 第二,既然她换不了这个妹妹 那咱们是不是可以认清现实 允许这个人的存在呢? 第三,既然我们已经认清楚了 咱们能力不如别人 别人是在当这个家 咱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番尊重呢? 不管她是不是两面派 至少她在这个场上 人家是比你有礼貌的 没有对你有你所谓的那种攻击 什么两面派这个派 我始终在想 你为什么这个也看不上 那个也看不上 你为什么不走呢? 也不是所有的男人 都能容忍你的脾气吧 你其实内心底里面并不坏 也并不厉害 你那种劲全都装在表面上了 你作为一个女人 到现在一份稳定工作也没有 只有一份兼职 你说你没有稳定工作也无所谓 那你就生个孩子 孩子你也不生 孩子不生也就算了 你在家里还要三减四 这个孤子啊 这说话也是不会说 你以为你那句话没有问题吗? 两个人要是没问题就去检查一下嘛 外人一听 都会觉得你是在说她有问题 因为没有谁会说自己哥哥有问题的呀 所有外人都会认为是她有问题 虽然你没有刻意的传 但是你已经间接的在传了 可能当时我这个语气有点 我不管你是刻意而为之 还是忽视了这个问题的存在 但是坦率的来说 姑嫂之间的关系 姑姑是最重要的一面 因为你更多的情况下受着自己哥哥的袒护 但同时你更多的要搭起一种桥梁的作用 但是你做了没有 你没有做 这样的家庭当中最弱的就是南方 你基本上没有做到任何积极的作用 你能独立吗? 你总有一天你要独立出去的吧 你不可能跟妹妹干一辈子吧 那你既然不能独立 又不能缓和家庭生活关系 不能做好一个哥哥的榜样 也不能做好一个丈夫的责任 你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生活当中爱一个人 其实可能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真的是因为爱这个人 而去爱他身边的家人 这种忍让这种包容 真的是十分可贵的 如果你爱他就请爱他的一切 如果你不想 你想潇洒地离开 那你请你拔腿就走 不要张罗是非 就这样 谢谢你能来 为了你哥真幸福 处不好就闭着 谢谢 您请回 人家可以走啊 你不行吧 你还得过这日子吧 其实婚姻跟别人都没什么关系 婚姻出了问题一定是自己 你对他有什么不满 直接说 不要拿小姑子来说话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一直以来 我就没有处理好 你们跟我妹之间的关系 没有去想这些问题 我觉得女人事情嘛 你们女人解决 我一直这么认为的 是现在觉得是非常错的 这样吧 你觉得分家就分家 不分家就不分家 你说了算 都没问题 就是我觉得 大家一家人嘛 在一起 有什么事情说出来 不要说 这小事啊什么啊 都往背后说 有什么事情 一家人嘛 有什么多点宽容 多点保佑 我以后也会站在你的脚趾 时间到 回 这么快呢 挺进步的 一分多钟 他安静下来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请关门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想了一下 刚才 女生他们讲的 真的 是我 真的 很多事情 真的没处理好 真的 我一直要好好 反省一下自己的问题 你也知道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感情是一定有的 一直以来 我还是那么爱你 希望我们两个能好好的过 刚才 突然老师在说的时候 说我的时候 一再说到我心感 我很难受 我真的很难受 就说到我心感去了 然后我就想一想 这个世界上可能 突然里面要其他男人 能容忍到我这样的性格 其实他心里面 根本不是这样的 行了 你要知道 你就不来这了 你说你 你这么为他变酒 刚才你为什么不帮他呢 你这样 我感觉我心里 还很高兴 真的 让他反省一下嘛 来